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 这只是很简单 幸福并非要不可及 比如说饱餐一段时间 跟朋友谈笑时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幸福 让我们每个人努力寻找幸福 分享彼此的幸福吧 只是这样他们也很积极 很热情 一点也不当切 我想如果换了我 也能做到吗 第二天 我试着鼓起勇气 用汉语跟餐厅的服务员打话 他们的回话 虽然没有完全听明白 在我的班上 有许多的外国人 有美国人 保加利亚人 韩国人 在去中国之前 我就听说过 欧美人的学习积极度 比日本人高 我们也只好认输 他们不怕 他们不怕犯错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偶然在电视上 看到了李小龙专辑 强悍的肌肉与爆发力 快到让人无法反应的连环三角 酷酷的表情 神鬼般的吼叫 还有幽默的演技 这一切都散发出 无法抵御的魅力 让我如醉如痴 东京深奥团的 荣川克里斯丁 在布衣诺斯艾迪斯 面向全世界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おもてなし 等到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想以这样的心情 来接待外国个人 那么具体的说 我能做些什么呢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要自己学习 在这个会场里 如果要问 你喜欢中国人吗 或者你喜欢日本人吗 也许很多人 会里所当然回答 当然喜欢 不过要是问 你喜欢中国吗 或者你喜欢日本吗 也许大家会有 无法罢免的回答 2012年的春天 我考进了天理大学 开始了和以往不同的学校生活 每天紧张的同时 也感觉非常有意义 有了很多日本的朋友 同时也和很多留学生 成了好朋友 你会到一期一会 这个成员的含义 我的中国朋友 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 我和他是在神户外大 举办的交流会上认识的 当时我心里就意识到 我和他的相遇和交流 可能就只有这三个小时 这以后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所以我决定一定要竭尽全力地 尝心待他 我很希望能在静岗县丁工作 尽量帮助在这里的外国人 做一个静岗县的外交官 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想当警察 当时我认为 警察是最帅的职业 相信在座的诸位 都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吧 而我呢 我还没有 目前还只是决定 想要做与中文相关的工作 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而已 如果我的中文能更好的话 就能想到更多更广泛的梦想了 实际上 我的中文并没有特别好 中文也是从大学才开始学 首先我想跟他交朋友 当时 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我就向老师两句话 你好和可爱 几天后 在一次交流会上 我满怀信心的走进他 并跟他说 你好 可爱 我心想 他听了以后 很高兴的 也期待 他能付与我一些什么话 在菲律宾 仅仅仅长达人口 掌握着国家八重的财富 贫富分化很严重 只是再聪明 再努力 出生地位的人 都无法实现理想 在首都年轻人的失业率 成长超过50% 从夏王朝开始的优族历史 到现代油画的豪爽笔法 以及电影的大型外景组合 等等这一切 都是迁徙的日本人反效不了的 可是近几年 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报道 有不少是反日运动 上了大学 我交了一个新朋友 小刘 小刘既和尚又淘气 是我每天少不了的朋友 去卡拉OK时 小刘必定教我唱中国歌 他教了我很多流行歌曲 有一次 我发现 一直有说有笑的小刘 突然脸上失去了笑容 我非常担心 妈妈 小刘 你怎么了 有块子吗 对不起 没有免费的块子 您可以买 像这样的健康的对话 我画了一年 突然 突然 最难应对 刘旅 我逃过的地方 在富西山 金港国际地产的旁边 是一家 卖药品 花串品 和一些其他地产用品的药店 可想而知 一个连说母语都提心吊胆的人 说汉语时 更会是胆战心惊 我害怕说错 我开不了口 其实我也很不喜欢这样的我 我有时甚至很讨厌自己 我羡慕那些口齿淋漓者 更羡慕那些阳光自信的人 我要挑战自己 我要改变自己 大家一定觉得我很瘦弱 是的 我得过厌食证 还住过很长时间的院 然而就是这样的我 今年夏天 居然和朋友一起 骑自行车去旅行了 我们的目的地 只是宫城县狐狸村的一个小动物园 因为我们都特别喜爱狐狸 去年在四周大学 又学了一首中文歌 邓丽君的甜蜜蜜 因为听起来很悦耳 我很想知道歌词的意思 一边查词点 一边练习 不知所料很快就学会了 我觉得学战中文歌 对学习汉语很有帮助 我想大家必定还记忆犹新 对 那就是日本终于拿到了 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 2020年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在东京举办了 这个来自博弈的结果的达成 因素很多 其中我认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就是那一场精彩的二月生报演讲 从今年七月末到八月末 我去北京留学了 虽然时间很短 但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 并且那时我只学了一年半汉语 所以因此 我没有信心 跟外国人用汉语交流 跟中国老师说话的时候 这本书可以说是 北包族的圣经 我读过此时之后 如地乎灌顶 知道了 日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还有很多东西 我不曾看见过 不曾听说过 所以我决定 趁着自己年轻 有时间 有精力的时候 去海外旅游 それでは今から表彰式を行います まず京都外国語大学総長省からです 少女小林雄美殿 あなたは第27回全日本学生中国語弁論大会において 優秀な成績を収められましたので ここに表彰いたします これを機会に日中友好促進のため 今後一層の研究と努力を積ま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ます 平成25年11月30日 学校法人京都外国語大学理事長総長森田義和大臣 おめでとう おめでとう 少女中条悠貴殿 おめでとう 少女野中時殿 おめでとう 引き続きまして 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大阪総領事館教育室長 奏状 中華人民共和国駐大阪總領事館教育室長 続きまして 京都商工会議所回答賞が授与されます 少女山本拓真殿 引き続きまして 日本国際貿易促進協会 京都総局賞が授与されます 少女倉地水木殿 続きまして 京都新聞社賞が授与されます 少女龍羽生殿 続きまして 京都外国語大学交友会 上海支部賞が授与されます 少女 笙峰サクラ殿 は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我们的演讲比赛到此结束 感谢利林的各位来宾 各位领导老师 以及在场的同学们 考ens 谢谢大家